好 我們先請教 美國總統拜登是真的打算要退選了嗎 現在CNN的名嘴呢 他點出了現在民主黨所面臨的困境 就是這個子彈抵擋不了川普 但是這個拜登卻是被疫情給擊敗了 所以很可能這個週末就要退選 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那麼美股會不會才是修正的開始 自從六月底的辯論會之後 其實整個氣勢就是轉向川普這邊 尤其在民調的部分 最近因為受到子彈事件的影響 其實進步的拉開 那川普的聲勢高漲 看起來現在拜登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 尤其來自於黨內的一些高層領袖的意見 那先前其實大家當然也有身邊很多好朋友 都有是慢慢的拿這些民調數據 來跟他溝通 希望勸退 但現在重要的事就是包括兩位 在整個民主黨裡面 非常有意見地位的 就是包括歐巴馬 以及就是前議長裴洛西 這兩位在最近都傳出 就有直接去跟拜登對話了 那因為希望就是說 第一個 其實他如果真的 質疑要選到底的話 那不僅是說影響他個人的 可能這個聲譽 或者說甚至造成他的一些形象之外 那另外也有可能就是把整個 目前就是接下來在民主黨 眾議院的一個選舉 都陪葬下去了 所以希望至少 如果說沒有贏得 這個總統大選的話 也能夠在保住這個眾議員的一個機會 對 所以這個目前有利人士的 一個介入溝通之下 那傳出就是極有可能在這個週末 就會有最新的消息 那可能拜登就會正式的宣告 退出這次的選舉 那我們就進一步去做觀察 那當然如果這樣子來看的話 那就代表說 可能川普的這個入主白宮 就幾乎算是要就是成真了 感覺十拿九穩 沒錯 那因為其實最近就有CNN的政治評論 就提到說 因為拜登最近反而取消掉一些 所謂競選活動 那這個主要的原因是 據說他第三度感染新冠肺炎 那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新冠肺炎好像就 讓整個拜登的身體 就是好像受到了蠻大的一個打擊 那相對來看 反倒是川普這個上次被這個子彈 這個擦過耳朵之後 就算是滿臉的鮮血 還是高舉雙手 這個告訴大家要Fight 所以其實他這樣的一個強人的形象 好像感覺是現在美國 更需要的一個領袖風範 所以其實就以這個圖片來對比 就知道說 事實上大家原本就已經是在擔心說 拜登的可能年事已高 然後身體的一個狀況 健康會不會有一些紅燈的危機 那當然這個如果是真的 因為確診感染 那本來就是取消形成 其實沒有錯 但是現在市場上 大家會去放大來解讀 去看待這件事情 所以目前來說 如果說川普真的去入主白宮的話 那大家想看 過去上一任他當總統的時候 整個全球的經濟跟股市 可以說是非常的不平靜 風風雨雨不斷 因此高盛的策略分析師就建議 現在的美股 因為最近開始有一些震盪拉回修症 大家千萬不要因為 看到過去幾年 這個大多頭行情 那只要下跌好像站在買方總是對的 但是因為數再高不會漲到天上 像今年的S&P500指數 其實已經創下歷史新高 總共38次了 就是不斷的創高再創高 創高38次 對 所以這其實很容易讓投資人 養成一個慣性就是說 那既然這個好像市場 永遠漲不完 漲不停 那我就是拉回買進 拉回買進 但是這一次的狀況 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 那我必須講 因為其實第一個9月份要降息 那再來就是11月總統大選 所以整個整個市場的一個資金 可能會重新洗牌 所以千萬不要貿然的 急於出手伸手接刀子 就算整個趨勢沒有改變的話 建議先觀望一下 那確定市場質穩了 有好的標的再來風低介入 但除了美股之外 我們說台股在今年 也是在頻頻創高 不過看到竟然短短三天 就已經跌了1000點 今天又中錯了500點 所以這個時候 是不是我們應該要先減 馬先落袋偉安 的確 那因為從美股開始影響到台股 我覺得目前我們要先提防 就是所謂的螺旋式的下跌 就剛剛提到 這過去幾年 包括今年是不斷的上漲 那這種螺旋式的上漲 現在可能反過來了 這個其中有一個關鍵 就是來自於全世界的 被動式基金的規模 持續的壯大 如果以美股來說 其實它現在被動式基金規模 已經正式超越主動式基金 就綠色的這一條線 代表就是被動式基金 所謂的ETF 那如果進一步來看 美國的這個股票型基金 被動式現在大概是8兆美元 那主動式大約是5兆美元 所以當被動式基金 它在賣股票的時候 它是完全是不會考慮 經濟的方向 或是說股市的方向 乃至於個別股價的位階 都不再考慮 而是在於 只要投資人有賦回需求的時候 他就必須賣股票 才能會貼近他的指數 那這樣就會變成 所謂螺旋式下跌 因為下跌的時候 投資人就更害怕 就會做出更多的贖回 那規模一縮減了之後 被動式基金 它又進一步的程式交易 又賣股票 賣股票 股票又下跌 投資人就更怕 那這樣子 不斷的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對 那另外來講的話 當美股如果有修正壓力的時候 台股也往往會跟進 尤其所謂 我們剛剛提到的 被動式基金 很多它是鎖定在 不管是全球新興市場 或者說亞洲區型的 那同樣的道理 它也會進一步去賣超台股 所以以臺灣的 目前這一條線非常重要 就是市場俗稱的生命線 就是我們常看的季線 對 那季線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如果按照所謂的 葛蘭幣八大法則 當這條均線 如果還在往上的時候 就算是跌破 反而你不用太緊張 可能它回測一下之後 還有機會去做反彈 比方說像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就有跌破過 那跌破了之後 還是很快就反彈上去 但是如果是萬一出現像這種情況 就是季線已經下彎了 然後再跌破的話 他後面可能伴隨著 就是整個比較大規模的回檔 那中期修正的風險要特別留意 那因為現在其實季線 還是在穩定往上 但是因為也有所謂的 乖離比較大的問題 代表就是說漲太多 所以有可能要去做回測 那回測如果說有支撐的話 那當然你那個時候 真的有看到被錯殺的好股票 再來逢低買也不遲 所以剛剛才提到 可以先做部分的減碼 因為其實操作本來就要 比較動態一點 尤其我們看了 其實從2019年以來 就過去五年 台股不論是在多頭市場 或空頭市場 其實一定都會有回檔修正 空頭不用說 像2022年當然大跌 那一年指數從波段的高點 拉回到修正滿足點 足足跌了32% 那此外幾年像2019 2020 或者說像去年2023 雖然是多頭 但是至少都有8%以上的回檔幅度 甚至也會達到二位數以上 那今年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從二月開始到現在七月 目前所謂的月K線是六連紅 這在歷史上是非常少見的 對 以現在這一次 我們看最近三天不是跌1000點 但是其實波段的最大回檔幅度 也不過大概就是6.2% 所以跟往年比起來 恐怕還沒有真正的落底 像今天台積電也是相對收在最低 所以建議大家稍微停看聽 那當然未來經過了這個沉澱整理之後 還是要留意就是內支的動向 因為最近當然外支持續的賣超台股 而且空單的水位增加 之前外支都在賣 但是內支有一支在賣 所以台股還是往上 所以現在還是要看內支接下來 對 畢竟短線當然外支的賣超 跟期貨不空單 會給台股構成一定的壓力 但是如果我們用比較趨勢的角度 來做觀察 其實從這邊就是2018年以後 大家可以發現藍色這條線 就是外支的賣超 事實上它持續的在台股提款 但是紅色這條線代表 就是台股的加權指數 反倒是能夠抗點還上漲 所以其實就代表 這幾年下來 國內的資金真的非常多 錢淹到了天花板 所以就算未來外支 它並不是持續的大買台股 不表示我們就沒有資金動人 但是短線上面 這邊籌碼真的需要沉澱一下 另外剛剛講到選舉的影響 其實未來的兩三個月 真的稍微要比較保持風險意識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以過往的經驗來看 在選舉之前的 大概兩到三個月 通常行情是以下跌居多 但是選後的二到六個月 行情就慢慢又會恢復到 它原本上漲的趨勢 如果你過往放比較多的部位 在半導體或科技股的話 那最近可能當然 因為川普的言論出來的話 雜音就會形成股價的動盪 那相對來講 我覺得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被低估的股票 或者說訂單能見度高的股票 或者是政策做多股票 比方說今天盤面當中 所謂的水資源的概念股 就成為資金的避風港 因為未來五年政府 有七個海水淡化廠 還有四個再生水廠的 相關的商機 這每一個案子 都是高達百億上機會 那這邊來講的話 8473商林水 這裡就是正式帶量 突破了前波高點 所以技術面 有一個突破的訊號出現 那另外軍環是半導體設備 那主要客戶就包括台積聯 還有一些封測的大廠 那他在台灣 晶片挑剪機的市占率是高達七成 那現在市場看好就是 未來他的年金機的部分 會有機會拿到更多新的訂單 那假如今年EPS 可以有二十塊錢 明年挑戰三十五到四十塊錢 大概會是 目前設備股王紅素 他的一個獲利能力的八折左右 那紅素夜間股價漲停板 一千四百塊以上 所以我認為軍環 現在大概在七百多塊的股價 相對還有持續 比價提升的空間 巴黎奧運倒數一週 在這一次除了運動賽事之外 請微量帶我們看 其實各國的對付 也都讓大家覺得眼睛一亮 尤其是蒙古隊 對 因為像時尚專家就評回 這個還沒有入場 比賽還沒開始 他們已經贏了 贏了 贏在服裝 那大家其實可以看到 這個服裝兼具有時尚 還有保留其實蒙古的 民俗的傳統風格 因為這個衣服 其實前面的背心 它是有這個金線的一個刺繡 非常亮眼 然後裡面細看的話 圖案還有這個 把這個巴黎的奧運聖火 都把它放進去了 對 那其實呢 這種所謂的長袍馬掛 而且背後還有這個皺褶 其實這個就非常經典的蒙古風味 所以其實當然讓人家 這個眼睛一亮 那另外中國的部分 其實還維持他們一貫的紅白 這樣相見的顏色 這算是他們一個特色 但是其實中國自己 好像一般民眾也不太喜歡這個風格 說這個怎麼看起來 有點像是一排站出來 好像餐廳的服務生 準備要上菜了 這是民眾自己講的 那至於說地主國 法國 法國還滿時尚的 這一定要時尚 運動如果沒有拿牌就算了 不是啦 當然也要全力爭取 但是這個時尚之都 這個衣服一定要先 一定要一看到就好時尚 對 一定要鎮壓全場 所以你看這顏色的部分 當然就是法國國旗的 紅白藍經典顏色 再搭配這個翻領 其實相當的別緻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 台灣的部分 這一次其實在服裝的顏色 當然一看就知道 其實也是採取 就是我們國旗的顏色的這個亮點 這個元素 當然是有保留 不過其實細節的部分 反而是在這個鞋子的部分 因為有把這個原住民的手供應 納入進去 這其實也穿插了一些我們的特色 那至於說 其實看服裝之外 那當然呢 選手自己也要長得很好看 對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運動選手 他們在IG上面追蹤的人數很多 大家就準備鎖定 他們哪時候有比賽 因為其實看比賽 除了看這個競技的強度 刺激之外 其實有時候顏值擔當 畫面好看也很重要 那我們先來欣賞一下 這一次超級美女 幾位超級運動員 包括德國的田徑選手 大家看 其實這個平常 日常的一個打扮上面 這真的簡直就是超模的等級 對 真的看起來像超模 對 金髮碧眼 那另外像這個烏克蘭的樓道選手 你看他在場上 在場上的時候 他的眼是相當沙 不過平常其實笑起來 是非常的甜美可忍的 自己像很甜美 沒錯 那另外日本的衝浪選手 其實就非常陽光的形象 皮膚稍微有點有黑 不過配上他的一個濃眉大眼 其實看起來也是非常清新 當然除了這個美女之外 很多女性觀眾也會看賽事 更期待 對 更期待 這次很多帥哥小鮮肉 這簡直就是天菜了 我們先看這個右邊 巴西的體操選手 這個大概就是大家心目中的 夢幻情人典型了 這個你要臉蛋有臉蛋 要笑有笑老 更重要的是 你要八塊雞胎給你 不過可惜了 這個女性觀眾們只能欣賞了 因為她有男朋友了 明朝有主 再來我們看到 這是法國的排球選手 其實這就是 有一點小鬍子 看起來滿性格的感覺 這濃眉大眼 對 那這個眼神看起來 也是有電力的 那我覺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我們台灣的蝶王 上一次的東京奧運的時候 已經讓大家眼鏡為自己亮 身材非常好 游泳比賽一定要看 因為除了可以看到臉蛋之外 那當然能夠最看得清楚 身材的當然就是游泳比賽 不是嗎 這是台灣的蝶王 而且這個 其實他的單眼皮是非常有特色 其實這個長相 也是很多人 很欣賞的一個典型 不過其實說到 奧運的一個商機 大家每年都很期待 但是其實不要以為說 奧運好像主辦國 會因此有很多的門票 觀光收入 那倒不一定 因為其實以這個像過去 加拿大的奧運 在1976年 辦完以後 他花了30年才把債務還清 是不是有所謂奧運魔咒 是 其實大家想到說 你覺得奧運好像主辦國或主辦城市 大幅彰顯國力 然後提升城市的國際形象 其實這背後如果你大新土木 投資砸下去 往往要嘛就是 國家的財政赤資而化 再不然這是舉債 可能甚至還債留子孫 希臘還因為辦2004奧運搞到破產 所以這次其實法國的巴黎奧運 反倒是讓很多原本是想要在巴黎深度旅遊的一些國際旅客 反倒是改定其他國家 就避開了 但我決定7月8月不去法國了 所以根據像這個美國打美航空還有法國航空 他們實際上賣票最清楚 發現反而7月8月的營收可能因此還下調 因此這一次 跟搶的不一樣 對 整個奧運的一個經濟效應 剛好又碰到現在法國的政治比較動盪 那到底帶來多少實質上的效應 還有待觀察 不過我覺得比賽倒數計時 其實就放鬆心情 欣賞服裝 還有欣賞帥哥美女